这个你看有那个现代感 有古代相接合的那个包纹 给你打高高的分 让你有动力 我就不要分了 有点战斗许的 不说 没有什么不好 只有更好 有一个好的平台 把它变成这个艺术商品化 这样就可以红扬传承 难得的周末团聚 林崇敬和父亲林文生 默契地拿起了各自的刻刀 来了一场宣纸上的对话 小小的时候60岁 一看到我剪职 然后他慢慢就爱上 长大了以后 他也爱上了这行毕业的时候 考上了是雄台美术教育学院 打下最好的基础 在素有民间艺术之乡美称的 乐东离族四支县大安镇 林文生是当地有名的 离族剪职老艺人之一 欣喜于子承父业之余 他也常与儿子分享经验之道 因为他太细了 你容易把那线条刻断 一定要小心 眼睛眉毛一个一个都刻出来 你刻的越多 他就越实现了这个缅间艺术的味道 筹啊脚啊都很抽象的 我老爸他的刀工 他是说比较粗犷的 给人感觉四分生利利 也那种的 我的那个刀法是偏向于那个 原润的细腻的 传承这一块的话 你要有原汁原味原生态去传承 我不是说是把它当作美术去创作 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相传早在汉代以前 生活在勒冬地区的离足鲜民 就以芭蕉叶 树皮为材料 通过口咬刀刻记忆 创作出各种各样充满生活元素的图案 完成对生活与劳作 对生命与自然的歌咏 一二三四四个蜘蛛在住房 等它干了以后 它的纹路就很清晰 用刀楼刻树叶 运燃在树皮上 把这个染植在树皮的图案 编织成离井的图案 到了纸张的出现 发现了这个用纸张来楼刻 就比树叶的楼刻更好 从口咬中衍生 在楼刻中发展 不讲究几何比例 也没有约定俗成的构图样板 离足剪纸的创作 仅靠手艺人的想象和纸间的功夫 田野 离乡 椰武 图腾 在粗犷的线条下 传递的异象主题 丰富而醇厚 也流淌着离足人 最真实质朴的美感 我在村里面看到一个老婆在种菜 做了赌牌去打鱼 我们会把那些画面 融入到我们的窗户当中 每一幅剪纸作品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写照 剪纸已经成为我们 记载我们离足文化生活的记忆了 不单是把我们离足的习俗生活 老做都用这个剪纸来表现 我们也是把现代的剪纸 融入我们当今的生活 刻刀之下 宣纸之上 每一幅离足剪纸 即是一个活灵活现的离足故事 也是一篇通俗易懂的民族小说 作为山区离乡的独特艺术形式 千百年来 离足剪纸 一直口口相传 手手相受 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中盛开 如今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这项古老记忆的魅力 林家父子坚持进村培训 校园开课 接力守护着这朵乡野奇葩 我正在剪纸的优秀的学员 有十多个人 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他一到高中 考上大学 他就放弃了 所以我们对他的培训 他也不耽识剪纸 这个是存在的最大的困难 就是这样 你在床子这一块当中 你要给他注入新鲜的学院 你以为这方面去带动 去去好 对于我们的剪纸来说 还有我们长路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